丁姐各位平安 感谢神恩典 我们每期间的第一天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我们共同的来查考神的话语 我们去体会神对我们有哪些的指示 和祂叫神上的计划 那这段时间呢 我们整个世界都是一个不太安全的世界 大家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 充满了危险 大家知道在巴黎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 在我们纽西兰也很多人在争执 争执什么问题呢 不是说我们自己现在的状态 而是根本说澳洲还要接受一万两千名西里亚难民 很多人说他到澳洲不就自由到我们这儿来了吗 澳洲接受他不就等于我们接受的一样 很多人觉得自己身边马上就不安排起来了 那其实呢 危险的真的是就在我们身边 前两天我看这个新闻啊 说在澳洲呢 在这个双方网门前呢 警察呢就查过一个 全副自动武器的人啊 有最先进的汤姆辛冲锋枪 还有多少的弹夹啊 所以人们呢 人们的紧张人们的担忧呢 这个是有道理的啊 这个世界呢 真的不像我们曾经感受或者曾经认识的那样的 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和平的环境里面 那么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呢 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 但是我们知道按照圣经的启示来说呢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 这个世界因为人的私欲和罪力沾染了 这个世界一定会越来越恶劣 人与人间的关系呢 应该是越变越坏了 终究有一天呢 会发展成民党党民 国党党国 这种亲爱的陌生的情境啊 但是我们呢 很感恩 我们还没有生活的那种状态之下 但是 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 作为基督徒来说 耶稣基督 祂要求我们 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呢 我们是说 我们自得其乐 我们努力工作 努力赚钱 努力经营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 我们去享受神所资购我们的一切 还是说呢 我们 尽情地去满足自己的欲望 我们在这个神所创造美好的环境里边 我们可以幸福快乐 但是这些呢 可能都是我们大家所想的 也是正确的 也是正常的 但是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查广圣经 像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呢 你会发现呢 从整本圣经里面呢 耶稣基督 祂告诉祂的门徒们 你们要怎样生活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他实际呢 只有一件事 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 也就是说呢 大家都很熟悉的 是耶稣留给门徒的大使命 常常我们理解呢 大使命呢 是神耶稣基督 祂叫到我们 祂要求我们呢 怎样去行 我们去办什么 好像是我们的任务 所以我们把它写明呢 叫做使命 大使命 其实呢 如果我们再深入地去看 这段经文呢 耶稣基督 祂不仅是说呢 给我们一个使命 祂更重要的是说呢 告诉我们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怎样去生活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呢 我们一同来 详细地去研究一下 神所赐给我们 这个使命 它包含的意义 到底是哪些 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 在这个世界上 完成我们的生活 也完成我们的使命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因为你不要得认识你 我们也感谢你 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 让你知道怎样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天父我们求你这个时候 你的圣灵 就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可以 把我们的心放在你的道里面 让我们可以去 真的去触摸你 我们不是简单的 活在一个自得其乐的世界里面 我们不是满足自己心里的需求 而是我们真正的去学习你的道理 天父求你在这个时候 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 给我们谦卑的心 让我们知道 怎样去聆听 天父我们 把我们自己 我们都放在你的手中 求你来带来 给我们这样祷告 通过救助耶稣基督的恩典 那么在我们刚才 读这几节的经文里边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 他说你们怎样生活 他说你们有一个中心 就是让外人做我的恩典 那么你看如果从整个经文的结果上分析 这是耶稣基督最主要的要求 那我们一同来看 门徒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 门徒 就是按照公主里讲的 就是一个学生 一个徒弟 那我们 在我们华人传统中 我们形容 学生或者徒弟 比如说一个厨师 你说 我是这个厨师的徒弟 或者一个武术家 比如说我是他的传人 当你说我是某某某的徒弟 我是某某老师的传人的时候 按照我们中国讲的 师父如父祖 在某些传统里面 学生和传人的地位 有的时候比子女还要高 其实当你说 我是某某某的学生 或者我是某某传人的时候 提出所讲明的呢 是说呀 门徒是老师的作用 门徒呢 他实际是老师生命的严性 在我们华人传统里面中呢 门徒的概念啊 他不仅仅是说 我可以去学到了某些人的知识 这样简单 你是他的传承 这是我们门徒的概念 实际在古希腊和罗马的这个环境里面呢 体会门徒的含义 跟我们华人传统中 对门徒的理解呢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门徒啊 就是可以传承老师的一切的 那么耶稣基督他讲到说呢 你们要让万民去做我的门徒 意思是说呢 他希望啊 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让整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呢 可以是一个认识神 遵守神的诫命 有属于神的生命 并且可以继承神的使命 努力去完成神的祖族的人 那么再具体一点啊 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实际耶稣基督他给出了要做门徒 要做什么呢 一个详细的说明 在接下来两句经文里面啊 我们看呢 在圣经里写到啊 耶稣基督实际他解释了一下 什么叫做门徒 那第一个讲呢 他说要给他们施洗 给别人施洗呢 就是去组持他的洗礼 那么这是让一个人去认识神 也就是说呢 门徒是一个给人施洗的人 所以告诉我们说啊 一个人呢 应该是信而受洗 一个不信的人呢 他没有办法 也不应该呢 去接受我们基督教的洗礼 当然呢 不信的人呢 他去参加洗礼呢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们经常都讲啊 说基督徒参加洗礼 作为一个不知真正的信念人 走一个过程的 这个就像洗澡一样的 所以呢 门徒 他是一个给人施洗 他就是让人去认识神 要传讲关于神的报道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他的任务是说 凡我所分布你们的 要教训他们的遵守 门徒呢 是一个能去栽培别人 栽培这些人啊 就是让那些相信的人 他可以进一步的成长 让他们呢 可以从你到外 成为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 让这样的人呢 也能够成为新的能力 那这里面有两层含义啊 一个呢 是说 我吩咐你们的 耶稣讲道 说我吩咐你们的 你们要去把他产品下去 这个呢 是知识神 是关于神的真理 你要把知识传递下去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那么 这个真理呢 跟我们开始说的 关于神的真理 让人相信的信仰真理呢 它有一点不同 这个呢 是更深刻的 关于神的知识 神的信心 关于神 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 等等等等 那就是我们 要让 刚接受耶稣其作为人 刚相信的人呢 他们可以 在信仰上 更近深一层 让他更了解真理 这是耶稣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让他们遵守 这个呢 是生命性 因为一个人 他能够遵守 他所学到的真理啊 我们都知道呢 他单单学了真理呢 这个是不足够的 为什么我这么讲啊 其实大家呢 对这些事情都很清楚 比如说法律 我们大部分人呢 虽然我们不说我们 都完全了解法律 但是基本道理呢 大家都懂 而且呢 我们可以说呢 今天犯法的人呢 他大部分人呢 也知道呢 不可杀人放火 不可少年害死等等的 这些基本的 简单的法律常识呢 他是清楚的 但是懂法 就不一定的地位的能守法 这就是在我们信仰里边呢 一个人了解了 关于神的真理 他并不见得呢 可以真正成为一个 属于神的人 他并不见得呢 他可以活出一个 神所要求的 基督的生命 所以耶稣基督的要求呢 是说我们呢 不但是懂法 而是要做一个能够守法 当然虽然说 懂法是守法的前提 是福建 但是大家知道呢 法律颁布的目的呢 不是让大家懂而已 是让大家去守 所以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 我们去理解 神要求我们呢 我们可以成为门徒 让别人继续进一步的 也成为这样的能够 实际呢 他要求我们呢 要能够活出这样的神 常常听到有人讲 说在教书里边 说 我要把圣经所有的知识 我都弄懂 我都学会 然后呢 我才能去信 然后我才能去服侍 还有人呢 他因为这样的想法呢 他就很瞅不起那些啊 知识教育水平呢 比较低的基督徒 有些人呢 就上天有讲啊 说你看这个人呢 他能够服侍 但是他能懂什么东西呢 很多话里面都不明白啊 他能够去服侍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要呢 常常因为自义啊 就把自己疑惑了 神要求我们呢 是去守法 他要求呢 是我们对他的顺利 按照他的证义去生 一个人呢 一个基督徒 可能不了解 神的律法 是为什么这样形成的 他不了解呢 神的律法 为什么这样固定的 但是他顺利了 他应该去做 这个就够了 反过来呢 如果一个人 他懂得很多 但是他不顺利 他不愿意去按照神的要求去做 那么这样人的生命呢 在神面前呢 他实现他不如其他人的律法 所以 在我们信仰里边 怎么能够让人顺服神 针对神呢 这个不单单是一个知识的问题 而是呢 一种生命的传统 使用自己的生命 去影响别人的生命 所以作为一个保证的说 看我是怎样去跟随我的神 所以我希望你也来跟随我的神 这个呢 是一种善意的推动 是一种善意的强制性的东西啊 所以耶稣基督呢 他在这里边呢 他在告诉我说 他说一个做门徒的人呢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的使命是什么呢 你有两个部分 一个呢 你要传递真理 另外一个呢 你要传递生命 那么门徒是什么呢 门徒就是一个可以传递真理和生命的人 门徒呢 是一个自己的生命 他发生了改变 非常明显的改变 他的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所有的一切呢 慢慢慢慢的都发生了转变 那么这样的转变呢 就会 情不自禁的 不由自主的呢 就会影响他身边的人 最后呢 通过影响他身边的人 他就改变了他身边的世界 这是门徒的同意啊 我三年前呢 去过中国 去访问了一下 在浙江地区的教会 那为什么去访问浙江地区的教会呢 是我们教会建堂的牧师啊 Joe Thompson呢 唐振生牧师呢 他到中国宣教了一百多年 那是我们一个系列的活动体系 那我们老会有的 可能经历过我们建堂五十多年年轻 二十五多年年轻的时候 二十年年轻的时候 可能大家能听过Joe Thompson的故事 那么我到三年以后到现在呢 我还记得一些啊 我们当时去的一些片子 这个唐牧师呢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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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温柔地区 特别是温岭地区啊 浙江地区啊 他建了新西兰牧师 有一百多大教会 这一百多大教会呢 现在还在 还在每天聚会啊 不管是单教会 还是家庭教会 我们说我们是唐振生牧师 呃 家乡的来列人 我们是唐振生 在西伊兰建议教会 我们的来列人 大家都很兴奋 马上去销售所谓合 从心得意的来招待我们 那我记得当第一个牧师呢 他跟我讲这样的 就是要做唐牧师啊 他说唐牧师这个人很了不起啊 他说我们温定的老百姓 现在都记得他 他不但把福音带来 让我们认识真神 他也给我们带来了 现代的农业技术 现代的生存方式 帮助我们这里 许许多多的东西 改变了我们这里的环境 然后他就坦定一句啊 他说这个是 既然在地方质上 谁都不能改变 永远都不会改变 他当时给我的介绍 让我的记忆深刻 一直到现在 他没讲说 唐牧师 再还给了他老学生 有多少年教会的领袖 今天都是他的环境学生 他只是说呢 我们老百姓记得 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存 所以我们今天看呢 他是一个带去了福音 带去了生命 改变了生命 也改变了当地世界 所以他是主耶稣基督 所徒劳的公主 我们知道呢 我们教会呢 有一个最大的福音项目 就是在印度的福利赛 那么福利赛呢 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们很多前几年 很多姐妹们在教会啊 还有弟兄们买过那个福利赛的那个包啊 那么福利赛呢 是一个在印度 专门帮助 印度妓女同僚的这个一个项目 是说呢 我们纽西兰区的很多人 在当地呢 我们做了一个工厂 那么做了一个像集体俗事的一个建筑 那么把愿意接受我们帮助的人呢 让他们可以从这个做妓女这个行道解放出来 突然之后呢 他们还做一些这个手提袋的各种地方 拿出来呢 在世界上外 让他们呢 可以自己 这里面的生活 很多人呢 对这个项目呢 是有一定的争议的 很多人说 这与同僚多数也有观望 他们认为说 这些人因为生活的原因 他来到工厂里 表明自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他是真心实意的 因为有用过 但是我们看到呢 神的工作就是这样 神通过这样的工作 慢慢慢慢的去改变这些人的生活 慢慢慢慢的呢 去改变当地人的一些思维方式 对女性的观点 对整个社会文理道的观点 这样逐渐逐渐的呢 就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神秘 如果我们回头看教育的历史 你会发现呢 神的福音 很多时候呢 都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去改变的 那么我上个星期呢 我去参加精神会的这个年会了 其实在其中呢 当然我们讨论同学内的问题 一会儿我们福音大会会介绍 那么实际上呢 让我感慨最深的一个 是福音大会中啊 有一个宣教年会啊 会介绍宣教士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遇见一对在泰国服饰了十五年的宣教士 一对初步啊 他们回来复制 又认识了一对呢 在缅甸服饰了四十年的宣教士 其实我们今天说起来 在海外服饰十五年 服饰四十年 很简单数字一说就过去了 但是你想一想呢 服饰四十年的人 从他二十七岁去 等到他回来已经六十七岁了 他这一生啊 假设他从八十岁啊 假设一下 他一生中一半的时间呢 都在外国上 所以他实际上呢 那么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 在泰国这个人呢 他是帮助当地人呢 去发展小生意 谁想做生意了 那么他呢 就来帮他策划 资助他 让他一点点的生意做起来 可以自己制作 那么在缅甸呢 他是从事教育 夫妇两个呢 在这里边呢 就是帮助当地人 见了很多的学校 用这种方法 逐渐逐渐的去承评 那么当然他们的左教呢 是非常显然的 非常清晰 那么我们今天 总的带过来讲 说他们把心的盼望 带给了当地人 让他们可以知道呢 哦 原来 认识神 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活 是可以充满他们 那么这样的人呢 他们是耶稣基督所 呼道出来的一个人 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 去展示一个神的生命 从而就努力的去 去改造自己身边的世界 我们今天 开始的时候讲到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 开始动荡的世界里 巴黎那种世界发生了 其实呢 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意外 最起码呢 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说今天欧洲啊 它已经成为 按照我们基督教的思想来讲的 我们一直以为 欧洲应该是一个 非常文明 非常发展 这样一个 一个地区啊 充满了基督教的权子 但是实际上呢 欧洲呢 今天在思想里面啊 它已经变成了各种奇惨怪物啊 各种奇怪的思想 完全充斥人的思维的 这段一个发言 比如说 我讲说荷兰 荷兰呢 是 荷马列路德时期啊 荷马列路德和慈云里 同时 基本上 进行这个 宗教改革的地区 是欧洲呢 整个 基督教思想 最浓郁 最传统的地区 那么当时 跑到美国去啊 到美洲开发新大陆呢 很大一部分人呢 是从荷兰过去的 那么 今天呢 荷兰 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通过同学那种 合法化的地区 在他的思维中呢 他们大力的去宣传 推动同学那 因为 他认为这是 自由 那么你坚持说 我们婚姻是一夫一妻的解释呢 被他们觉得啊 这个是愚昧 落后 是压制人的思维 那当然这个东西 我们去讨论 我们已经很清楚了 有一个事情我想大家可能问问 在西班牙 前一段时间呢 反对党的一个政党提出一个议案呢 他说呢 要给大行星人权 大行星啊 要给他人权 助于他跟人同等的权利 为什么呢 他这个原因是说 因为大行星的基因啊 有98%跟人类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按照这个比例来讲 应该给他人权的 给大行星人权 这个就不简单了 你可以和大行星结婚的 对吧 人权啊 从等对待啊 所以我只是简单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如果去研究一下 你会发现呢 在欧洲呢 什么样奇怪的思想 都不奇怪 只要你想出来 你说这是我的权利 这是我的自由 我要反掉一切的传统 为什么你要用一个传统来压制我们呢 很多人认为说 传统 基督教的思想 现在的文明 就好像黑暗的中世纪一样 我们现在重新要进行文艺的复兴 所以如果你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待 我们今天的情况 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我们今天的情况呢 你不会觉得这个事情有多么奇怪 欧洲呢 现在是很不主义的焦点性 大家去攻击它 我想呢 可能不久啊 这样下去啊 可能不久的未来呢 欧洲会成为恐怖主义的发展力 思想恐怖 行为恐怖 都会出现 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有些人呢 不知道 可能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啊 神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他为什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 实际我是不知道的 我只知道一句话 在我们教会里面呢 有这样一句话 叫邪教是教会所犯的 对 这个呢 是因为很不明对美国神秘家所说的 在十九世纪他讲的 他在讲呢 他说 如果这个世界上邪教在犯滥 异端思想的犯滥 那么教会在哪里 教会就是我们的 我们在哪里 在圣灵里面呢 耶稣基督 他讲过 我们在福音圣中知道了 耶稣基督有赶鬼的故事 他把一个人身上的鬼赶回去 好像这个人的身体中的房子砸到干净了 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鬼就带在七个中间还是鬼回来的 这段结果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用一个真神的道理去占领人的思想 那么你就不要去埋怨了 有其他的灵 邪灵 魔鬼去占领人的思想 当那些被世俗主义 被邪灵被魔鬼 所宠告的人 开始攻击你的时候 你就不要觉得奇怪 所以亲爱的姐妹们 我们站在今天 我们回顾历史 我们思想呢 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的祝福 你就会发现 神让我们怎样在这个世界生活 他实际呢 是呼召我们出来做门子 他呼召我们出来呢 我们可以把真理 成立给别人 不仅如此 我们可以帮助别人 活出一个属于神的生活 他让我们这样呢 去改变我们身边的世界 这是神要求我们 去做的 那么在我看呢 你会看主耶稣基督啊 他讲到他说 我就常与你们存在 常常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 信耶稣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 我信耶稣 我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为什么要信耶稣 其实说的直点一点呢 我们所看上的神的能力在哪里 我们常常就很喜欢读圣经中的很多宣告 说耶稣说我与你们存在 英文华说我与你们存在 我们非常高兴 什么是神与人的存在呢 神的存在毫无疑问呢 是神的能力 神的保护 神的权力 他与我们存在 我们说 耶稣华和我站在一起 那是说 耶稣华我的神 他的能力就在我身边 他的保护就在我们身边 他的权力就在我们身上 圣经中有这样的描述啊 同样呢 在耶稣基督 他升天 他又向门徒显现的时候 我们在二个福音最后啊 结果中说 是一个门徒作息的时候 耶稣向他们显现 责备他们不信 心里张硬 因为他们不信那些 在他福佛以后 看见他们的人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土填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受洗的必然所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亲家人必有神迹随着他 就是奉劳的明感鬼 说心方言 手能拿舌 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灾 手按病人 病人就病好了 多么基督人这些话语啊 这种承诺 曾经有个弟兄跟我讲 他说我最喜欢的经文 就是这段经文 手能拿舌 不发症 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灾 手按病人 病人就好 奉劳的明感鬼 可以说心方言 多少 必有神迹随着他 我们都非常可爱那样的能力 但是我们尝尝了心虚啊 因为好像没有这样的能力啊 人们对方应该到纽西兰来 餐品啊 住家啊 厨房啊 因为刚才没有石 其实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到澳洲南部去 我们就试验一下 他这个石是敢不敢调我们的 会不会调我 我们说我们不怕 但是我不去 这叫什么叫自欺欺人啊 很多人说我还没有经历神的能力 神的全命啊 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又说到欧洲 在欧洲很多主流国家 主流社会 我们的信仰成为一种效果 今天的纽西兰可能也会出现那种情况 我有个朋友在荷兰 说到荷兰 那他说你现在干什么呀 我说我在做基督教牧师 他就笑了 我就很不理解了 我说你自己怎么发笑啊 他说 基本上啊 你在荷兰要说你是基督徒 人家都不会笑 而我是比较认真的啊 对信仰的我非常认真的 其实我的心理很痛快 我就想问你问他 然后我就真的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要发笑 我说你想一想为什么你要笑 他就很干雅 他没想到吗 我不是这么问他 我说你去问你们这些 如果你说我是基督徒 我想先基督教 别人对你发笑的 你问你问他笑的 后来我又跟他联系啊 他就说我去问了很多人没有回答 为什么要发笑 我就跟他去探探 我说你看是笑我们愚慰吗 他说不应该啊 我说对啊 基督徒也生高的教育啊现在 基督徒呢也在社会中从事 现在的科学研究 这个不应该成为你笑的敏果 说我们不文明吗 好像也不是啊 说基督徒都愚蠢了吗 那更不对了 那我说我们到底怎么了呢 你要说我们呢 那对方的知识识识 他半天说不上来啊 那我说你再去研究一下 你一定要弄清楚 为什么要笑他 我说你不要弄清楚 你应该心情不掉了 他后来他说 他说人家别人说啊 基督徒不够包容 啊我说这个我可以理解啊 我说但是他还是狭隘的 你要因为这个事情你笑我 那呢我就接受 如果你再跟我坚持真理 你是可笑的呢 那你笑我 我说但是实际上你想一想 这个还不到我们让人发笑的程度啊 他最后他说 他说我找不到原因了 他说因为 你们像傻子一样宣告 你们太有能力了 但是你没有了 你还对以为是好像很有 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你没有了 我说我们是自欺欺人的讲话为善 我们还特别勤了 所以这些人就笑了 他跟我回答呢 我就没有办法去打罗他了 我说可以再给你一段时间 不信呢就可以理解啊 我们经常说 耶稣是世界的光 耶稣是这个世界的阳 我们说我们的神 他是暴露真理生命 我们怎么呈现他这一点 我们自己怎么去理解这一点 我们渴望神的能力在我身上 彰显出来 让我们呢不至于论为别人的效果 当我们说我是蛮有能力的 别人一看 说他真的是蛮有能力的 所以我愿意向他一样生活 我们要进入耶稣基督他说的话 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 他说凡我所分复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存在 直到世界的过程 那么耶稣基督按照我们 这个科罗门的翻译他说呢 他就说 我所告诉你们的 你们去教导别人去分手 那么我就与你们存在 直到世界的过程 好像是一个条件一句 你们做了这个 我就与你们存在 我看到这我就很惊讶了 以前我没有想去研究这段经文 我就去查了很多其他的版本 我首先就看了King James版本 这个是最短的 大概在十五世纪 就翻译了 从拉丁文字翻译成英文就翻译 他这样说呢 他说and look 这个词呢 我又查了一下 我没有什么意思 查了一下呢 是look 被鼓血了 and look and with you always 那么New King James呢 简化了过去的英语 同样的话 那么我去看一阵中的一本 我们中国最早的通俗 最准确的一个翻译 他说看吧 一切日子我都和你存在 直到今世的完整 天主教思考晚说呢 看我和你们天天在一起 直到今世的中途 圣经实际告诉我这样的道理 当你们坐在前面 当你们坐在前面 耶稣基督说的那些事的时候 让你去看 我就与你们同在 神是不是与人同在的神呢 他是不是时刻愿意帮助人的神呢 这是毫无疑问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信了 在我们现在小鼠查凌 我们在查耶稣基 在耶稣基 第一章 当神呼唠耶稣的时候 直接呢 神就小于耶稣基督 他说一起来 和众百姓过这越南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 凡你脚挡之所怕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 赐给你 从旷野和黎巴嫩 直到波拉大河 赫人的前地 遇到大海之后 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你形成的日子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我怎样与摩西行在 也必要 也要照样与你行在 我并不接下来 也不丢弃你 你当刚强壮人 那么他在诗篇呢 这段经文里 我查了一下 从第二节到七节 六节经文啊 他一共说了三次呢 你要当强壮人 当强壮人 他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与你存在 那么再往前说 为什么我与你存在呢 他说 你要遵守神的律法 并且你本要去 他说你去 上个月亮 我就与你存在 你起来 我就与你存在 我们看呢 在约书亚记 前段部分实际告诉我们 这样一个道理 约书亚在神的孤狼领导他的时候 他就起来 他就去了 他就承担他的使命 神就果然给他承担 我去台湾 前一段时间去台湾旁边 台湾很多好的东西 将来我开一个算机 给大家介绍一下台湾的 饿吃的东西 很多人都说我回来碰了 其实在台湾 给我有一个深刻印象 不是蜂蜜 不是美食 是我去参加一次 在花莲地区的台湾人物品的教会 刚好通过一个主持人 我就去有幸参加了 台湾人物品的聚会 这个事情说起来很奇妙 我们在台湾地区旅游 在花莲 我们就包了一个车 包了一个车 这个司机这个小伙 很著名 是获得什么摄影差奖 什么很著名的一个导物货 确实也很好 一个人 第一天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 他带我们在台湾族 就这么四处转 转我们就发现了 在这个木屋旁有很多墓园 那个墓地呢 当然那个墓星围都很辉煌了 很难反反 但是这个墓上面都是十字架 你放眼望去 一排一排的墓地 全都是上一桌放在十字架 那我都问这个司机 我问问怎么这么多十字架 他说 这个都是我们太鲁德福的墓地啊 他说我们太鲁德福 大概百分之八十九十都是基督徒 本来我讲的也传着福音的 后来呢 你问他 他说我也是基督徒 哇 我一听这个就亲密了 然后我就讲 我说 我们也是基督徒 他的就很亲切 很亲切 主日星期天的时候呢 他就问了 你们要到哪里去安排啊 我们那里就试试探探的 因为形成的包是要把他的安排 就是讲的能不能到哪里的教会啊 我们说你就停一停 我们进去就行了 啊 那你可以到我们家教会去啊 我们一听你们家后的教会 他说 你参加一下我们的成办法 嗯 我们就去了 开车好远的 召参加家里去 召参加这个村子 然后啊 就到了我们的图宴上 这家教会 是召参会 那么 他呢 呃 两边有标语 我都看不清楚 叫扎根 再 呃 永健 替我念一下好了吗 教会 教出 召参 我们的 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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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个香 就是 就是 教会的博出叛奥 还是下一个人啊 上连呢 是说 就是扎根在乡府里面啊 这是他们教会的标语啊 是他们去做故事传道人最早的时候在这个教会给大家的这么一个意象啊 说我们就是要扎根在这个乡府里面 然后去了之后呢 很有意思的啊 你看这里面很多人都穿了他们名语不高 本来出来呢 他是讲太武德语的 然后看了我们去了 我们跟他简单的交流一下啊 他马上呢就让一个年轻人出来啊 在现在那里全都改了 改了这个普通话 让我们就是感动了 那 这个太武德司机呢 这个弟兄就跟我们讲 他就 路上的就讲起他们太武德的历史 讲起他爸爸的一战友 他说他爸爸呢是很有年的这个招手 说他这什么亲子被另一个部落里人抢走了 他说他爸爸呢半夜就去了 去到那边就查了多少人 然后回来 然后说这个太武德人和台湾人和日本人呢 当时在日剧时期呢 有一个很不明的这个这个战友人吗 那么他讲的 他说他爸爸那一个那个村里的人 就去一个晚上把一个日本小队三十七个人啊 全砍了脑子 脑袋在他左手里 然后给我的感觉就说呢 这个太武德人是很简单的 那他那讲的当时的事上 我爸爸说起来 他也觉得是蛮有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呢 完全没有任何人也蛮的状态 他就讲他说我们呢是早期这个洋人过来传教就走了 我说你们是长老队啊 他说长老队呢也是洋人宣教士过来 然后建立了 那么我就想象了 在几十年前 这些洋人宣教士到台湾到花莲地区啊 那时候连那个花莲地区都没有的时候 他进去传教的时候 那个环境有多恶劣 语言不行啊 他今天大部分他有多人还在讲自己的预言啊 环境的恶劣交通不方便啊 今天如果你去花莲旅游 你从花莲想赶回台北 那个大巴司机都不会拿了 他自己坐火的时候过去 他自己开车过去了 那生活的环境就不用讲和了 但是今天你看到呢 那里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太多人 都是基督徒 不但是如此啊 他讲的是我们原住民 台湾原住民呢 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 因为当时宣教圣传的去做这个工作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神的能力在他们身上呢 今天这个民族 他们有现代的能力 我们讲的更开放 我们讲的刚才说 他正有这个仁爱呢 知道呢 好像像我们从常所说的 伦理道德更近的一步 神的能力是不是真正在他们身上显现 在这些圈教授身上显现呢 我想是 为什么呢 神的能力 当时为什么这样不同他们呢 因为呢 他们起来就去了 既然神的呼召也非常强 他就响应了神的呼召 那现在呢 在国内网络的年轻人呢 常常说一句话 叫念念不忘必有违想 当我们在这边想说神啊 你的能力 你的权力 与我们存在 他不是你说一说出来的 而是说呢 我们知道神这样的定义与我们 我们像约书亚一样 我们起来 带着众百姓过于安和 当我们开始去的时候呢 神就果然与我们存在 在大使命里边呢 其实最最开始的时候吧 讲到第一点呢 说耶稣说 所以你们要去 神的使命呢 是给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说呀 神的能力长点出来 神的权力在人的身上 好像这些事情 这都是某些领袖们才具备的东西 太险去宣教室 我们说神的权力在他身上 牧师在台上讲道 神的能力在你身上 说教会中 有执事 有长老 有教授的 说神赐足他 给他恩恋 是不是呢 是的 那我们什么都没做的人 神的能力是不是就没有呢 神就不祝福我们呢 或者神就没有让我们做成的呢 不是这样 大使命呢 是给我们的每个人 每一个基督徒 耶稣基督说 所以你们要去 是对十二门徒讲 神的话写在圣经里面 让我们去读 这是圣经对我们的说话 所以你们要去 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护照 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 神的使命呢 不是让你小部分人去完成 他说我要改造我的时间 我要让援助民们蒙福 他不是说我护照这几个人去做 他是说让整个教会去做 神要祝福这个地区 他不是说我派他先锋进去 而是说呢 我让一群人共同从事这个使命 神的护照呢 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去做的时候呢 神的能力就在这个地区就展现过来 在我们纽西兰呢 我们今天作为移民过来的华人 我们是损盲土的人 我们今天不会经历 在欧洲这种思想的动荡 我们说那我们环境优美 这里的原来的KV们呢 他们呢 有KV的热情 有KV的开放 那么人家说啊 在纽西兰呢 纽西兰原住民的 不管是毛利人也好 还是基加利人也好 他们是最没有种族歧视的地区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 因为我就是我所做的地方 那么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可能大家不知道的 大概在 七十年到五十年前的吧 这二十年间呢 在纽西兰呢 在教会呢 有一个运动 这个运动呢 它就主旨了 就是说要接受装备 为你作争 他有一个原则 他说呢 他说一个基督徒啊 如果你不能成为 一个基督教室 那么你也应该成为 一个职场的人 真话不是我 就给教会医师啊 是我们教会 专国人告诉我们 专国人就是退休了 七十多岁啊 他说呢 当年 他在年龄小的时候 就刚好经历了这期运动 他说那个时候呢 所有的年轻人 那个时候 纽西兰基督徒比例很高啊 百分之九十多岁 他说每一个在教会中的年轻人呢 都要去上职计 他说我是自发的 到职计 到那个白白号的时候 纽约来 他说我去上课 他说呢 上课结束发送 一部分人就去了海来 他说有很多人去了中国 当然这些人都是 现在统计起来 都算到澳洲的 那个名头上 很少说我们纽西兰宣教师 都说是澳洲宣教师 因为是到澳洲报道 然后统计去的 那 另一部分人呢 就留在本地职堂 我们教会的老人家告诉我 我们纽索的进行会呢 这个是最早在北岸离去的进行会 最早的教会 他说今天呢 在劉霍 劉霍的进行会啊 还有普纳进行会啊 波林泰的进行会啊 他说这些教会呢 他说这些教会呢 最早的时候都是他们这个年龄的人 送走了一批做这条事物 剩下的一批就去职堂 他说都是那个时代的 一见一见见起来的 所以呢 这里呢有点理解啊 在闹处的地区呢 这些老男们之间都很熟 他们互相都认识啊 结了好多儿子的庆材啊 我们今天 生活在这个富足平和的环境里面 原因是不是说 这个世界上的人 我们身边的人 他们都是基督徒 他们都有追求基督的这个心 他们在努力 成为一个像基督那样的人 然后呢 我们这个后来的人 才能够享受他的生活 是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 原因是不是在这里呢 这我不敢说 但是今天呢 有些人仍然搞得这么高的基督徒的比例啊 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看到啊 我们在这个环境里边 我们去想到他的开放 接纳 热情 勇敢 这样的民族性格啊 这个呢我敢说呢 有这样的民族性格 跟这个民族 有这样的信仰 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 到我们了 我们应该得来去做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我们是自己 活得很好 我努力赚钱 努力享受 还是说呢 原来神 耶稣基督 他给我们另外一个计划 他把我们从一个国家 移民到这个国家来 让我们的生活 有了一个变化 他仅仅让我们 服务吗 还是说呢 在他的使命里面 我们是有份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要记得呢 神呼召了我们每个人 让我们要去做他的工作 神渴望他的能力在我身上掌握 他渴望呢 真的是去让他的能力改造我们世界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应该想去做呢 我给大家三点建议 第一呢 我们要勇于承担自己的使命 我们要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每个人都不一样 神给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要明确呢 我们在神的国里 我们的位在这里 你在神的大使命里面 讲真理 传真理 代理人 你的使命在哪里 你是传福音的呢 你是做接待的呢 你是教导真理的呢 你还是给大家准备饭吃的呢 你在神国里有份 是什么份 你要做什么 我们要清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装备自己 不只是说知识的装备 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 连知识的装备 他也愿意去做 很可悲的 那我们努力操练 自己和神的关系 努力让自己的生命更完善 更善结束 你能够呢 努力地去读经 祷告 大家读学校 努力学习 我们应该做一个呢 我们应该做一个呢 能证到 寻到 点凌到 传播知识不是重点 不是目的 但是呢 你要有 你要有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要努力去行 基督徒 为什么我们强调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非常强调呢 要大家参与服事 不是说教会服事多了 项目开得多了 我脸上有光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有没有光彩 我都不在 因为什么呢 神呼召我出来 了解这些真理 目的是让我去服事 你不去服事 临门一脚 你不去踢 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要努力参加服事 从身边的人开始 从自己的教育开始 从教会的主日开始 我们在信仰里面呢 要做一个事就是事 不是就是不是 我们说神的能力 张力来我的身上 你让他张力 没有 你就去求神 你不要没有 你才说一 这样真的让人耻笑了 所以呢 我们要展示出来 神的神的能力 我们大家可以一同成长 所以弟兄姐妹们 神国是我们每个人 我们都在努力 建设自己的家 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 都不是白费的 所以呢 我们要努力 很多人说啊 我信耶稣 得救了 我还要努力吗 要努力的 信耶稣得救 特别努力 去效法基督 这不是某个的事情 在路加福音啊 二十二十三章 二十二到二十八节啊 这样记载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在所经过的各城各项 教育人 有人问他说 主啊 得救的人少吗 为什么这么问 可能耶稣他提出的要求太高啊 所以有人问他 他得救的人少吗 耶稣对救人说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我告诉你们 将来许多人想要进去 确实不能 即使家族起来关了门 你们站在那边后门说 主啊 给我们开门 他就回答说 我不认识你们 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那时你们要说 我们在一天前吃过喝过 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育过人 这耶稣生活过 亲耶稣教育过 他要说 我告诉你们 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你们这一切作乐的人 离开我去吧 你们要看见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和众先知 都在神的脖里 你们却被赶在外面 在那里必要 哀哭 窃舌 所以弟兄姐妹们 神呼召我们 大使命不只是说给我们一个工作 给我们一个要完成的事情 大使命是给我们一个生活的方式 他让我们这样去生活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努力吧 让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有份 让我们从来找到 天父上 让我们求你的圣灵 能够与我们存在 求你怜悯 我们这些是 冷卧的不贵 我们常常不了解 你的旨意 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想法 去带出自己的想法 天父求你的灵 能带领我们 让我们做一个 送付你的人 我们做一个 在神国里有份的人 天父求你 让我们愿意承担自己的使命 我们可以踏出这一步 我们可以去迎接 赐给我们的能力全面 让我们去改造自己 也改造别人 最后去改造我们的世界 天父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所做的 都不是往来 我们相信 你与我们存在 你会让我们看到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走向 天父愿意的灵带着我们 我们祷告 送到救主 耶稣基督的命 阿弹